李将军 李将军 你马上秘密调动一支人马 随时待命 老爷 狄大人求见 他来干什么 告诉他我没空 是 老大人 下官狄仁杰参见老大人 你下去 是 狄大人 下官在 来找老夫有何贵干哪 我记得老大人说过 太子已死天理不能死 太子已亡天下不能亡 希望我敌人节秉公断案查出真凶 给大唐天下祖宗设计 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想现在是交代的时候了 我什么也不想听 你回去吧 老大人不想在这儿说 那就一起进宫去说 你到底要说什么 洪醇将军段无涯现在何处 我与他肃无交往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有关系 而且关系大得很 你 洪醇将军段无涯出现在洛阳城的目的 就是救太子 但是他知道 太子宫防备森严 根本不可能得手 所以 你们就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 一个营救太子的计划 狄仁杰 你简直是疯了 太子已经死了 他是被人害死的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害死太子的主谋 如果我说这个主谋就是您 您老人家不会不高兴吧 什么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你一会儿说我救太子 一会儿说我杀太子 你到底是何居心 请恕我大胆地说一句 杀太子的过程就是救太子的过程 我听不明白你的话 您要是不明白 在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明白的人了 从一开始 我就把目光放在五成寺的身上 可现在看来我错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几天 一直有一个大哥的堵在我的心中 结也解不开 太子 太子与玲珑姑娘一见钟情 本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 五成寺怎么会知道呢 五成寺又怎么会想到 利用玲珑姑娘来害太子呢 太子和玲珑情深一睹 玲珑姑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 受五成寺的主使来害自己的心上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玲珑姑娘与五成寺能够扯上关系 完全是老大人您牵的线 你 你在胡说什么 大人 我这里有一个故事 讲给您听听啊 敌人节 你给我出去 我请你 来 老大人 起Tok 例如你 也没有人家 inconvenient 如你祢 请过stroke 封道 应该不认这 bow 可行 当然可以 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只是可惜当年呢 事情并非如你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本来您一直 想帮太子洗清被冤枉的真相 还他一个清白 只可惜使命还未完成 先皇就驾崩了 先皇驾崩使得这件事情 即使被查清 也无济于事 这与玲珑有什么关系 是啊 这与玲珑有什么关系呢 玲珑千不该万不该 她不该与本案最重要的当事人 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惜她 何等的单纯 何等的痴情 我呀 马上就要嫁人了 哪儿还顾得上养花呢 嫁人 你嫁给谁啊 当然是嫁给我男人了 你有男人了 黄大人说了 这件事情要保密 对谁都不能讲 我以你相邻才告诉你的 那你男人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你男人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黄大人说 我男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 你们当初一定以为为太子洗冤 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此随口哄骗玲珑 说她的丈夫出了趟远门 没想到先皇的甲崩 使为太子洗冤变得遥遥无期 甚至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终于玲珑没有耐心了 她应该找过您对吧 找我 狄大人你可真会开玩笑 玲珑姑娘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从来也没有到过洛阳 从来也没有到过洛阳 从来没到过洛阳 我信 但是不代表您没有去过太安府吧 下官冒昧地查了一下 您老人家的出行记录 从黄友安继任太安之府 到初市这五年之间 您去太安府的次数 恐怕连您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吧 您的理由每次都是体察民情 简直比太安府的父母官 还关心太安哪 其实您是去看玲珑姑娘了 大人 我丈夫他怎么样了 我问过知府大人了 他什么都不肯说 我丈夫 我丈夫他是不是已经 不 太子还活着 玲珑姑娘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你的男人 不叫太子 他叫李贤 太子只是一种称谓 其实 他是皇上亲生的儿子 是储君 是未来的皇上 只可惜他被奸人陷害 也被折遍于千里之外 那他如今在哪儿 我要去见他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是他的妻子 我不管他是什么储君还是皇上 我也不管他是罪人还是犯人 总之他是我的男人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是见不到太子的 另外 从现在开始 也不要与任何人讲 太子是你的男人 否则 会招来杀身之祸 皇之福也是你男人的朋友 他会好好照顾你的 令龙姑娘 今后 你就自己 过平安的日子吧 大人 我求求您了 您告诉我 我丈夫他在哪儿 我自己去找他 我不会连累您的大人 大人 大人 我求您了大人 你说得对 这女子太忠情于太子了 为了太子 他什么都不怕 如果说 您第一次去泰安 是因为 玲珑急于见夫君 您怕她惹出事来 不得不去安慰她 那么第二次去泰安 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目的 玲珑姑娘 你真想救你的夫君吗 如果因为她是太子 她不要我了 我可以离开 可是她现在被奸人所害 我怎么能奸死不救呢 太子被奸人所害 难免要一死 你还这么年轻 何必要蹚着浑水呢 我爱我丈夫 她也爱我 她活着 我就活着 如果她死了 我愿意跟她一起死 玲珑姑娘的真烈之心 令老夫佩服 大人 请您成全我这份感情 你真想救她 我一定要救她 不管吃多少苦 受多大委屈 你都能忍受 玲珑甘愿为丈夫而死 您第二次去泰安府 是时隔两年之后 那之后不久 黄有安突然改换门庭 投到了五成寺的门下 用您的话说 这黄有安是个老实人 也是个聪明人 颇有点凤凰潘高枝的意思 就这样 一个恩师一个贤气 就此分道扬镳 很多人骂黄有安是小人 更奇怪的是 那之后不久 玲珑便从感恩堂里 悄悄地消失了 两年前 我曾经见过一两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有人说 有更大的官看上她 把她接走了 什么时候接走她 不知道 我也曾经 比驳过黄有安的为人 可现在看来我错了 大家都错了 黄有安投靠五成寺 不是背师求荣 而是大人您一手安排的 您让黄有安故意接近五成寺 再把玲珑介绍给她 那样玲珑就顺理成章地 成了五成寺的人 五成寺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个漂亮朴实的养花姑娘 竟然是您安插在她身边的耳目 成都府营救太子的计划 失败之后 您就着手一个新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关键 就在于利用五成寺 她急于除掉太子的心态 诱导她制造了刑刺太子的特殊机会 并实施杀人计划 而执行计划的唯一人选 正是已经骗取她绝对信任的玲珑姑娘 你五成寺的头脑 肯定不会想到 她的刺杀计划 原本就是您的营救计划 这个计划的巧妙之处 还不仅于此 而在于她既能救人 又不致引火烧身 老大人 您的奇招之高普天之下 恐怕憨逢敌手啊 都说明师出高徒 也难怪 在您与黄友安大人 悉心的调教之下 这才几年 玲珑姑娘便练就了一身 欲世不慌 楚乱不惊的本事 她可以从容地表现 她的幼稚 她的朴实 还可以从容地做出 各种单纯的表演 以至于我都相信 她不过是一位 寻找丈夫的 普普通通的养花姑娘 她的表现是如此完美 如此成功 都说敌人杰 是编故事的高手 果然名不虚传 在您的面前愧不敢当 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不应该去太安府 查玲珑的事情 我不去 黄之府就不会被杀了 黄大人 没有人要杀她 是她 是她找死 对吗 我也一直纳闷 黄之府在整个计划中 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 可谓是有功之臣 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而且杀了她 对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 没有一点好处 后来我明白了 她一定是后悔了 她不想干了 与玲珑相处了两年 她喜欢上这位姑娘了 她那位可怜的夫人我也见过 确实像之母老虎 当然无法与玲珑相比 玲珑姑娘又朴实 又善良 又漂亮 特别是 善解人意 真是个高明的计划 由段乌鸦提前将解药送给太子 由五成四将玲珑送到我的府上 再由我帮着您将玲珑直接送到太子宫 这样太子与玲珑姑娘便可以双双殉情 掩人耳目地表演她们的假死 玲珑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说她死后 愿意与太子的尸体同葬于太安玉花骨 听起来合情合理 有情有义 就连五成四和太后 都为之感慨了一番哪 敌人节就是敌人节 看来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了你 惭愧 在这个故事里 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 那就是 第二个阿璐 阿璐明明死了 却又莫名其妙地复活了 先是黄友安在屏风上留下了一个路 再就是这位老兄易容术之高超 特别是在晚上 没有人能认得出来 谁 谁 阿璐 再加上杀害黄友安的手法 使我不得不相信阿璐是真的复活了 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可以去迷惑骰子和任何人 唯独不该做的就是去找黄友安 因为此二人 共同参与您的计划 彼此相熟没有必要易容掩饰 那么黄知府在屏风上留下的这个路子 他究竟是谁呢 肯定不是鬼魂 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路子 不是阿璐 而是郭大人您府上的管家李璐 这第二个阿璐 就是李璐 你说对了 李大管家竟然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把厨子阿璐扮演得唯妙唯肖 令人叹为观止啊 李大人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有点晚了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黄友安 与那个厨子阿璐了 你去过成都府 不错 成都府我去过 太安府我也去过 对 成都府是你们挟持太子的第一个计划 但你们害怕这个计划不成 所以预先设置了第二个计划 小兔三窟未雨绸缪 好 了不起啊 狄大人 您将会死在这种飞镖下 这是阿璐所使用的飞镖 我不过是照着做了几支 我完全可以将您的尸体 扔到大街上去 因为包括骰子在内的许多人 都认识这飞镖是阿璐的 他们会认为您是飞镖的 好 钱 我马上去就想回来 相同的计划 好 坏 上下周到中车 乔不得不得了 卖不得了 做这个计划 有半一据 不如他 我们给他 我给他 我给他 sagt 我给他 我给他 给他 你 我给他 别看他 我天无恙 你要不要动手 你们都不要动手 狄大人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您说 我希望你网开一面 还太子以自由之身 就是说让我做您的同谋 只要狄大人不声张 这件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秘密 用不了那么久 我只需要五天 五天之后就会有人将太子 送到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这之后呢 之后你们就可以公开竖起 拥立新主的大旗与朝廷为敌 今日的朝廷已经不是礼堂了 今日皇位上做的可是太子的兄弟 他就是个傀儡 是武则天的附庸品 你们真的这么想打仗啊 眼睁睁地看着一片大好河山被拆的七零八路 您想没想过后果是什么 想过 不是于死就是网破 于死也好网破也好 结果只有一个 那受害的是谁 受害的是谁 是百姓啊 百姓要的是安宁不是战乱 要想还政于礼堂就要付出代价 一定要以百姓的痛苦作为代价吗 无往今来都是如此 老大人不要再说了 狄人家 你要想告发老夫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 可你不要毁了太子 毁了大唐数十载的基业 你不要忘了 你也是大唐的臣子 大唐臣子 你们拿我当大唐臣子了吗 在整个的阴谋中 我敌人节是你们的第一个牺牲品 如果太子被救的消息真相大白 第一个要做大牢的就是我敌人节啊 你害怕了 我是害怕了 我敌人节死不足惜 可你们现在要害的是 普天下多少无辜的苍生 敌人节 我记得你说过 你会用生命保护太子 我希望 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失去汝阳还是回京城 臣请太子作者 死一个李贤 无非是少一个皇子 倘若战乱一开 天下要死多少个儿子 太子英明 臣敌人节愿肝脑涂地 力保太子的安全 我认识 玲瓏姑娘 你睡了吗 不知为何 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这心里堵得慌 堵得慌啊 玲瓏姑娘 按理说 我实在是不该 在您与太子的灵鹫前 说这样的话 可我忍不住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 玲瓏姑娘 你一定是听到我说的话了 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你的 等到了泰安 我一定给你立一个大大的牌坊 鬼 鬼 鬼啊 鬼 鬼啊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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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呀 有鬼啊 有鬼 有鬼 鬼 鬼啊 鬼 我来见见了 真是今天活了 兄弟们 咱们杀了他 杀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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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他 不要杀他 狄夫大人 快躲开啊 鬼会伤害你的 我不怕 就算他是鬼 就算他可以杀我 我也不许你们杀他 不管那么多 放我烧死他 不能烧 不能烧他 等我 放箭 你拉着马上先走 我来对付他们 玲磊姑娘 你到底 是人还是鬼啊 玲磊姑娘 你还活着 就是真的吗 还是梦 狄夫哥 你走吧 回洛阳去吧 为什么 狄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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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不要来找我了 玲磊 我想赴 那再来把那儿子 你来找你 找人 我去找人 我去找人 他的态度 我去找你 我去找人 我去找人 留下太子 犯敌大人之命 阳请李贤太子回宫 董大哥 你不是说会有人接应我们吗 又是敌人结 你不是说会有人接 将军 你们快走 领路 走 你 estoy 你看 我 那个 β regulators 自己 我很 他們 来人 将他的手机带回 是 北朝军住手 走 雷露 杀人太多 这对于你来说 恐怕是最好的结局了 臣参见太子 参见太子 请太子一驾回宫 胡大人 没事吧 想不到堂堂的朝廷一品大员 竟被一个小小知府 和一个村野丫头给耍了 头疾不成反食一把米 这种主意 绝对不是黄又安 与那个臭丫头能想得出来的 一定是他 一定是郭相承 与张姐之道的鬼 给我备救 不要 我要进攻面界太后 我让他 我让他死不在真之地 吴大人 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 你想一想 敌人杰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你那点事情他焉门不知 这样闹下去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让敌人杰鱼翁得利呀 不行 我非要出这口气 吴大人 那你也别把气 挖在表面上啊 我都只会择着 吴大人 先歇息歇息吧 赢小层 那个玲珑的儿子 现在何处 汇大人 在泰安府 放心 还在咱们的掌控之中 你不管是偷是枪 总之将他给我弄到这儿来 玲珑 我要让你儿子得不到 丈夫也得不到 弄回他的儿子很容易 但是不能够便宜的敌人结 问题是眼下的情况怎么办 咱们要想着先把自己给摘干净吗 你要这么注意 推 把事情全部都推到狼牙王的头上去 我不是说过要你等我的话吗 是 为什么不得 我是为自己着想 更是为大人您着想 只抱不住火 血埋不住人 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 大人与我都是朝廷的罪人 与其人头落地 满门朝斩 还不如及早动手 将太子抢回来 这么做可是把太子给害了 这么做可是把太子给害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笔孽债 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 敌人结结旨 臣敌人结结旨 狄大人 太后有旨 令你即刻进宫 狄大人 听说您这次又立了大功了 太后要种种赏你 赶紧备轿入宫吧 樊老公公回禀太后 就说臣突然感到有些不适 暂时不能入宫受伤 还有什么比义址更重要的 公公请回 李大人 为臣参见太后 李爱卿快快请起 谢太后 李爱卿 你与狄爱卿 及时识破了狼牙王的阴谋 带回了李贤 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哀家已经跟皇上商议过了 要重重的奖赏你们 此事多亏狄大人明察秋毫 才使得狼牙王的奸计未能得逞 臣不敢贪功 你也功不可没嘛 胡喜乐 奴婢在 狄人节为什么没有来啊 狄大人说他突然感到有些不适 狗儿不能前来 不适合 不适合 骰子吗 今天就别出去了 我给你做刀削面吃 我这里还有半瓶老白坟 你呀 也别多想了 很多事情 过去就过去了 你怎么哑巴了 哀家也想吃老家的刀削面 臣敌人节叩见太后见 行了行了 别装模作样的了 你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啊 哀家等了你两天了 既然你不肯进宫 那哀家只好登门拜访了 臣有罪 什么罪不罪的 你现在是功臣了 你是朝廷的功臣 也是皇家的功臣 该重重奖赏才是啊 这棺杀刷完了吗 这棺材刷完了吗 请太后客厅奉茶 别跟着我 遵旨 太后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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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臣不想求什么风赏 只想求您答应一件事 只想求您答应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想 под来 不认真 我别是想的 我只能冒 你出现了 我只能够 我只能够 不想就能够 我只能够 越劝越悠然心铭心 铁血烟雨恍然去远